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帶來看世界 11月19日一場月編織將會震撼登場 到時大家就可以看到天狗食月的現象 換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可以看到血月的奇觀 血月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紅月亮 就是在天空中出現一輪紅色的月亮 而這個紅色的月亮的出現一般都是發生在月傳食的時候 它是屬於月食之中的一個分類 月食就可以分為月偏食、月傳食和搬影月食三種 當月球只有部分進入地球本影的時候就會出現月偏食 當月球全部進入地球本影的時候就會出現月傳食 這一個是今年以來的第四次月食 月偏食發生在日落的時分 如果觀測的條件好的話 就不用咬東西也可以看到 今次月偏食持續的時間也會較長 歷時三個半鐘 雖然說是月偏食 但是今次的月食份量達到0.978 所以非常接近月傳食 在亞洲東部、大洋洲、太平洋、北美洲、南美洲、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西部、歐洲極西部和極北部、北冰洋都可以看到今次血月的奇觀 台灣也可以看到月出大食的過程 而下一次看到月傳食就要等到明年11月了 在中國古代血月的出現預示著人間將會有災禍的發生 聖經裡關於血月的記載多數都是末日之少 經就佔藥 月赤如者 大將死於野 又藥 月赤如血 有死王 意思就是說月亮紅得好似血 可能就是帝王將會死的徵兆 周易妖占 將月變赤色的血月 視為不祥的災難徵兆 尤其是冰禍和寒災 月變色赤為增於冰 赤氣複月如血光大寒 人民積千里 李淳豐月字尖的第二卷是月尖 看月像以尖卜角視天下視 他說月弱變色將有在漾 赤為增於冰 就是說月變為赤色的時候 就要起增拳的冰和 月字尖又說月飯食餐 貴神豬 赤地千里奇國大雞 人民相食 指出當月食參星 又出現赤色 赤地千里的時候 國內將會出現大饑荒 嚴重到人民相食的地步 據大症狀經記載 若有國界日月博食 或五星失度形式變異 或曉星圍撥寧押王者貴人名宿 或日月虧損於本命公中 此時應用此教色災胡摩 或遭大疫疾病流行鬼神暴亂 而國兵賊侵略國人 此處的日月博食 就是現代天文學說的 日傳食或月傳食的發生 此時或是大瘟疫流行 或是國人遭兵禍的劫略 香港易尼斯周漢明也說 每當出現血穴 以角度對症血穴的國家影響最大 當中與血有關的病情會加劇 同時國家也會有機會發生災難性的事件 周漢明說5月26日的超級血穴 對亞洲地區影響較大 中國和台灣就明顯受到影響 除了我們中國古書籍有血穴的記載 在西方文化之中也有類似的解讀 比如聖經的約利書中就預言了血穴 裏面說 在耶和華偉大而可惠的日子到來之前 太陽將變為黑暗 月亮將變為血液 聖經啟示錄裏也有提到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 我有看見大地震動 太陽變成黑色 滿月變紅長血 所以血穴在西方文化裡 就是世界末日的徵兆 猶太教家傑出拉比加納特 就曾經出書警示說 血穴代表著世界的災難將會快速升級 各地的天顯也會越來越多 意味著萬物的結局近了 至於會有怎樣的天顯 加納特指出 好像地震和火山爆發就會明顯增加 甚至比去年重要多 血穴是太陽和月亮為了支配天空 所產生的衝突現象 在地上也會有類似的衝突 有一些現在看起來很強大的國家 將會倒台 這樣看來血穴的出現就是災難的預兆 而目前看來的確是這樣的 比如說今年出現第二次血穴 也就是5月26日的超級血穴出現的前後 中國大陸就發生了一系列的災難 包括地震、地陷、氣候反常和極端天氣等 5月26日的超級血穴出現的當日 冰雹、雷電和大風席捲了中國大陸13個省市區 今年第一次血穴就是發生於2021年第一個晚上 當時台灣加爾就有民眾拍下了一張紅色月亮的照片 分享到網上 只是看到照片上、夜空之中 掛著一輪又大又圓的月亮 但是這個月亮是血紅色的 之後在高雄、台南也陸續有民眾拍下了這個 這麼罕見的紅色月亮照片 分享到網上 照片發布後 就立即引起網民的關注和熱議 有網民就表示這個紅色的月亮實在太詭異和太可怕了 第三次血穴就是發生於7月24日晚上 當時有網友拍攝到視頻顯示 河南水災重災區的夜空中出現了異象 就在鶴壁市、新密市等地出現了通紅的血穴 紅德森人 我們再來看看歷史上出現的其他幾次血穴事件 西元498年5月18日 什麼日出現了一次血穴 這次也是第一次有確切記錄的血傳食 這次血穴之後的三天 齊潮大司馬王敬則發動了叛亂 血穴從此就冠名為空肖的代名詞 王敬則事件之後的499年9月6日 同樣出現血穴 反叛的逍遙兵敗自殺 西元499年9月6日 上次血穴現象一年多之後 血穴再度來臨 就是在那天起兵造反的齒安王蕭瑤光 兵敗身亡 對蕭瑤光來說確實是大空之少 西元1911年的10月初 北京和天津一帶 再度出現了血穴血色的情況 沒多久武昌起義就爆發 各個省份紛紛脫離了清朝的統治 到了近代 血穴出現後 世界上就會發生重大事件的案例也不止一件 例如2014年4月15日發生血穴奇觀 第二天就發生震驚世界的韓國細月號沉船悲劇 造成304人離難 2003年血穴 大陸廣東就爆發了沙士疫情 1949年的血穴 就發生了以色列建國 1967年就發生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六日戰爭等 那麼多巧合不禁令人把血穴和不祥劃上等號 那麼關於於11月19日即將出現的血穴 它對於11月和12月甚至更長的時間 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阿拉伯在9月21日預測影片中說 世界不可能在2021年11月後立即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事實上更多的負面事情即將到來 這個將會導致很多的混亂 然後就會有一段時間的平靜 阿拉伯在6月10日的預測裡也說過 2021年9月至11月事情將會更加造高 這個對於整個世界來說 都是非常不利的一段時間 阿拉伯在10月22日的預測裡 說受到木星疫痕的關係 由12月的第二個星期開始 可能會看到更大的疫情危機 感染範圍恐怕將會擴大 其中注射率覆蓋高的國家更加要小心 阿拉伯還特意點名了 英國、美國、新加坡和以色列四個國家 提醒防疫千萬不能鬆懈 否則疫情將會捲土重來 阿拉伯還多次提到 2021年12月10日到2022年5月期間 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會發生很多事 阿拉伯說饑荒的景象一定會出現 肯定會在2021年12月10日到2022年5月之間出現 阿拉伯建議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做好準備 隨時保持警覺 因為從長遠來看 任何事情的發生都可能會影響所有人 李淳豐也說 月飯食餐、貴神豬、赤地千里、奇國大雞、人民相食 這樣看來 李淳豐對血月的解讀 與阿拉伯對大饑荒的預測都是一致的 最後我們再結合阿拉伯之前的預測來看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由2011年11月到2022年5月期間 大多數的地方正在經歷這個特殊時期 更多負面的事情也正在發生 但是在2022年下半年以後的日子會變好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